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你 我觉得其中一个男生挺可爱 各有喜好不同 当时的社会封闭保守 不像现在这样为所欲为 什么 我是说轻松自在 对 为了勉强配合父母的期望 假意迎合同侪的眼光 我勉为其难地参加过几次异性联谜 真是辛苦您了 可是联谜就联谜 干什么 抽钥匙撇电馆 抽钥匙撇电馆 活动的前一天晚上 所有的男生开完会 确认这次要联谜的学校是商专 家专或户专 为什么没有台大 正大或师大 台大 正大或师大的女生光会念书 你什么意思 所以没什么意思 哦 那台下一定有台大或正大师大的女生 哦 哦 什么 说 商专 家专或户专的女生 光会玩 有意思 哇塞 你两边都敢得罪啊 怕什么 谁不知道我叫伟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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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锁定目标以后怎么办 扁顺丰 就是打电话 当年还没发明手机 非常不方便 非常方便 啊 联络事情一定要打公用电话 谈好事情再三确认之后 就再也不能反悔 为什么 挂上电话 就再也联络不上 那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按照约定就准时赴约 否则就准时枪毙 枪毙啊 在当年 胆敢爽约就是信用枪毙 这个人就再也没有朋友 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那么严肃啊 当年确实在戒严呢 对 集合的时间一到 马子陆陆续续地到齐了 怎么随便叫人家马子呢 马子 是对女生的一种尊称 还尊称 形容女生 健美 崇高 高高在上 有吗 现在大家习惯叫 美 简洁有力 感觉有尊重吗 没有 是不是 马子 才是对女生的尊称 形容心中理想对象为 马子的原因 就是在形容 她是你的梦中做起 什么 在场所有男生的眼睛就像是雷达一样扫描每一管马子 有的看头发 有的看眼睛 有的看嘴巴 有的看下巴 每个人欣赏角度不同 有的看胸部 有的看腰部 有的看臀部 有的看鼻孔 看鼻孔干嘛呀 你看那边那管马子 第六排 旁边那个 鼻孔沾了一坨鼻屎没擦掉 要是待会上我的车 那坨鼻屎沾到我背上那多恶心 那太恶心了 等一下 你看的是 我看的是 摁牛 哪里 不瞒各位 当年我的第一志愿是进空军官校开战斗机 从军报国 后来虽然没有如愿 勉为其难地进了戏剧室当你的学弟 但是我就经常利用 客余时间打战斗机的电动玩具 来满足那种操纵的快感 所以在我的视线范围里面 所能看到的 就只有大大小小的 按钮 跟一只操控感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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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正式开始 好戏开裸 所有的男生把自己电管的钥匙交出来 把摩托车钥匙交出来 由队长收齐之后撒在地上 再由那些参差不起毁欲参半的女生 半推半就故作娇羞地捡起其中一把 这就是所谓的抽钥匙 大势已定 这时候男生们的心情 就好像是当兵抽签 被分发到不同的单位 结果揭晓的那一插挪 没错 这只有真正当过兵的男人才知道 那些只当替代役的少爷 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比方说像是软 算了名字我就不公布了 没开眼笑 天崩地裂 这么激烈 有的男生像是抽到了总部 国防部 总统府不爱特区 负责一般文书行政工作 见红就放 非常轻松 就好像那些当替代役的少爷一样 比方说是修 算了名字我就不公布了 这表示抽到他钥匙的女生 很正点 有的男生像是抽到了部队 基地 每天要战卫兵操体能 有点辛苦 这表示抽到他钥匙的女生 算正常 有的男生像是抽到了被诅咒的新兵训练单位 斜剑车龙谱 泪撒关东桥 魂断金六截 这表示抽到他钥匙的女生 很抱歉 有的男生像是抽到了陆战队 两栖针搜部队 海龙挖兵 派驻外岛 俗称水鬼 泪到爆 这表示抽到他钥匙的女生 请自动回去 不能回去 活动的人数经过精密的计算 一定是偶数 两人一台车刚刚好 你要是放走了一个 就一定会有人落单 不行 宁可错杀一百 不可放过一个 哇 原来你两边都可以啊 等一下 那你抽到的是 哦 我这么跟你说明好了 那管马子一上我的车 他一贴上我的背 我就知道 我抽到了一对号 恩牛 属于极品 可是你刚刚说的都是男生的心情 那那些女生在抽钥匙的时候 面对不同类型的男生 也会有不同的心情啊 人嘛 都是视觉的动物 更何况这种联谊活动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 难免就只能看外表 只能以貌取人 举例来说好了 我记得有一次联谊的学校是护专 小护士 小护士们看到各种不同外形的男生 那种心情就好像是毕业之前 纷纷到不同的病房去实习一样 一翻两瞪眼 如果站出来的男生 如果站出来的男生长得像赵树海 谁 赵又婷的爸爸 有点帅 你就会看到那些小护士们笑得花枝烂颤的 洗上眉梢 就好像心情被分发到了 什么病房 疗养病房 轻松愉快 如果站出来的男生长得像陶大伟 谁 陶哲的爸爸 才华洋溢 但是外貌不特别出众 小护士的心情就好像到了 什么病房 家护病房 有点紧张 如果站出来的男生长得像吴梦达 谁 周星驰的爸爸 什么 他演过好几次周星驰的爸爸 好好好 像这样的外形 充其量只能叫性格 小护士的心情就好像被分发到了什么病房 不在病房 那在哪里 急诊室 手忙脚乱 如果站出来的男生长得像喜剧泰斗 谁 吴宗鑫 谁 哦 就是因为女儿比较优秀 就跟着沾光一块入围 跟拿了金钟奖的那个爸爸 知道了 小护士的心情就好像到了 哪里 太平间 回天乏树 干脆请这个男生自己骑车去累残 嗯 不行 你说现在人数是偶数 如果让这个男生去累残 不就有女生落单了吗 所以嘛 就请刚刚那个俗称水鬼的女生自动回去 请这个 孩子太平间的男生自己骑车去累残 这样就不会有人落单了嘛 你们好讨厌哦 另外我们现场备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电馆 供女生挑选 都有什么类型的摩托车 野狼 一二五cc DT 一二五cc 尾士牌 一二五cc 尾士牌 九十cc 小本田 五十cc 蓝地 五十cc 黑松沙士 三百五十cc 等一下摩托车怎么还会有黑松沙士 负责采买的男生 他阿嬷在南部开干嘛点 一说到买饮料 他只认得黑松沙士 怪不得 请想象一下 十几台各有特色的电馆 在马路上面呼啸而过 很帅气 突然就在整个车队过去之后 五分钟 你才看到一台蓝地五十 在后头紧追不舍 奋力吹油 一双脚还拼命地踩备用的脚踏车踏板 那有用吗 没有 是 为了给他们加油打气 我们特别多致赠他们一罐黑松沙士 三百五十cc 接下来就要正式展开今天愉快的旅程咯 戴上安全帽 准备出发 安全帽 训 请想象一下 在当年跟女校联谊 男生不输个飞机头怎么够趴呢 不够帅 戴了安全帽 飞机头不就趴掉了吗 完全挂 女生出门 头发不吹个半屏衫 怎么能见人呢 所以不能戴安全帽 但是 我们后来发现 即使不戴安全帽 那发型不变也难了 哇塞 你们中途还停下来换造型哦 请想象一下 哎 你撇电馆撇了这么一整天 一路上给时速八十公里的风一直这么吹呀吹的 你发型要不然变那样 要不然也变这样 半屏山也遇到土石流 不管嘛 年少轻狂 一切以啪为前提 不管做什么事 一切都以帅为前提 哎 怎么了 车队出发没多久 就出事了 发生什么事 万万没想到 那次跟护砖的涟漪居然产生了重大瑕疵 涟漪会有什么瑕疵 在小护士堆里头居然发现了奸细 什么奸细 有一个女的 以表姐的身份混在小护士堆里头 其实她真实的身份是 她是 她是 她是个师大功费生 师大功费生 那个功课要很好 脑袋要很棒的 她立志将来要在女子中学当寻导主人 哦 这种个性的女生参加你们的party 那就算是玩完了 但是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嗯 因为在男生这边也发现了寄生虫 什么寄生虫 有一个男的 号称是某人的表弟 其实她根本不是大学生 高中毕业之后 她就一直在补习班混 没关系 明年就考上了嘛 她重考很多年了 她立志不上台大 事不为人 这根本是个迷思啊 她现在几岁了 准确来说 高八 医学院都没有八年级 男生姓罗 女生姓朱 罗米欧与朱莉耶 这么巧啊 我们给他们取的外号 哦 他们两个好恶心哦 怎么恶心 第一次抽签 凑巧把他们两个凑成一对之后 他们就赖皮不抽了 两个人一直粘在一块 彼此看对眼了嘛 哎呦 那他们两个人的长相 川普配希拉蕊 半斤八两 更恶心的是 他们居然当着大家的面 隔空告白 这怎么告白啊 哎呀 那大家那个时候都是穷学生 身上没什么浪 是 没什么钱 还不就是到公益园里去 踏踏青 嗯 小西旁烤烤肉 啊 森林里砍砍柴 农场里种种菜 会弹吉他的就弹弹他 什么叫弹弹他 弹弹吉他 哎 男男女女就唱唱歌 跳跳舞 聊聊天 就这么过了无聊的大半天 你们的涟漪怎么那么空洞啊 哎 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们充分填补了这个空洞 这怎么填补啊 踏青的时候 朱丽叶流汗了 罗密欧拿出手帕 一边帮他擦汗 一边说 但愿我是那条手帕 好让我一清方泽 太恶心了 烤肉的时候 罗密欧被烫到了 朱丽叶拿出手帕 帮他包扎 罗密欧又说 没有受过伤的人 才会嘲笑别人身上的疮痕 这在卖弄什么呀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大家围着引火弹吉他唱歌 那好啊 我们都是好朋友 让我们 让我们来牵着手 这吉他弹得太烂了 哎呀 他们两个故意离开大家 躲到角落去 看见月亮升上来 朱丽叶突然鬼吼鬼叫 怎么了 不要对着月亮发誓 他因亏缘缺 变化无常 你若对着他发誓 你的爱也会无常 神经病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搞得非常的尴尬 团体活动当中 最怕这种特殊分子了 负责采买的男同学 扛出一整箱的沙士 骑摩托车怎么扛的 来喝沙士哦 头发吹成半屏山的女生 拿出一整盒切好的芭蜡 来吃芭蜡哦 这么个喝沙士啃芭蜡 大家就喝沙士啃芭蜡 你一口 我一口 什么 罗密欧 拿着一罐沙士 自己喝一口 啊 为朱丽叶喝一口 朱丽叶拿着一块切好的芭蜡 自己啃一口 为罗密欧啃一口 世界 放肚只剩下他们两人 完全无视其他人的存在 完全把你们当空气了 就怪我们一时疏忽 没有查验学生证 就让他们两个给混进来了 好了没关系 人家来都来了 就一块玩吧 接下来大家就抽钥匙 撇电馆 下山去抽钥匙 撇电馆 回市区 等一下 你们干嘛一直抽钥匙 抽钥匙 抽钥匙 你们像罗密欧 朱丽叶一样就好了 一开始两人抽好了 就配成一对嘛 请想象一下 水鬼 抽到了赵树海 你觉得赵树海会乐意 载着水鬼在马路上面跑一整天吗 换了谁也不乐意呀 为了弥补男男女女 心态上的不平衡 我们只好一路上不停地 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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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万一有人他这一路上都是 水鬼 无东西 无东西 水鬼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等一下 你一路抽到的是 我一路上都是那一对好按钮 漂亮 有好按钮的水鬼 我祝福你 不管了 活动进入最高潮 要进攻市区的地下舞厅 这是整个活动最精华的部分 就看现场所有的男男女女 发挥个人魅力 趁机肉体接触 眉来眼去 男道女娼 肩妇应妇 偷鸡摸狗 机名狗盗 低级下见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大家捉对厮杀 背水一战的最后机会咯 呀呼 对 这个时候能把马子搞定 就可以把女生带回家 哇 你的思想怎么可以这么下流啊 我哪有 记得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那是一个多么单纯又可爱的年代 那根本是戒严的年代 物资虽然缺乏 生活虽然不忧 资讯虽然不发达 非常无聊的年代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没有手机 没有贴图 没有宝可梦 你现在认为该有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 但是 每个人都是那么淳朴又快乐的生活着 那倒是 有单蜜植可以喝 有小蜜蜂可以打 是 那是一个风雨通舟 风雨声信心的年代 对 我们怎么会把第一次涟漪 第一次见面的女生给她带回家呢 对不起 带回家 我们要把她藏在哪儿呢 等一下 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带回家吗 涟漪活动进行了一整天 从早上玩到晚上 从室外玩到室内 大家身上的浪也都挡得差不多了 钱都快花完了 该到了取终人散 彼此说再见的时候 这样就结束了 不是说连移吗 怎么可以空手而回呢 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份愉快的心情 那没屁用 以及一张通讯录 写满每个人的姓名地址 电话 生日 星座 血型 宗教信仰 以及正当倾向 那也没搞头 最后一次抽钥匙 各自安全地把女生送回家 白混了一天 我记得 只有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们对彼此都非常的满意 对 有一句俗话讲 王八看绿豆 看肺痒了 这其实就是说 他们两个 解散的时候 天都亮了 他们两个 还趴在公园的溜滑梯上 鬼吼鬼叫 又怎么了 罗密欧啊 罗密欧 你的名字 为什么叫罗密欧呢 朱丽叶 朱丽叶 你为什么如此的美丽 真的疯了 载着马子 我奔驰在早晨微风中 往事如烟 不要回首 雨从我的眼前迎面而来 风在我的耳边呼啸而过 路在我的脚下没有尽头 我早已分不清在我脸上 胶横的事泪事语 梦为努力浇了水 爱在背后往前推 当我抬起头才发觉 我是不是已忘了她 她是谁 我从你刚刚不知所云的赘述当中 你撇术了 你撇术了 是的 我哭了 为什么 就别再问了 为什么 别再问了 为什么 我 你 我 你 我被水鬼附身了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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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